为什么农业有补贴 有粉丝让我给大家谈一下农业补贴的问题 好的 今天就花点时间详细给大家聊一聊 因为毕竟我还是拿过点补贴的 也知道补贴的整个流程 下面正式开始 很多人都知道农业有补贴 到访我们农场的客人经常都会问我 干农业有多少补贴 但是大家把补贴都理解错了 不知道大家思考过没有 为什么农业有补贴 国家一般只对新兴行业 或者卡脖子行业有补贴 比如新农业汽车和芯片行业等等 农业已经不是新兴行业了 农业应该是最最古老的行业 它为什么还有补贴呢 只能说明农业既是刚需还不赚钱 农民种地种钱的积极性不高 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国家就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 但是但是 你以为补贴是不给农民的吗 如果这样认为你就幼稚了 其实补贴是补贴给市民的 此话怎讲呢 你试想一个场景啊 一个村里有几个种植大户 都在种植蔬菜 其中一家有补贴 另外两家没有 蔬菜成熟 菜贩子上门收菜的时候呢 有补贴的那家 是不是愿意 以更低的价格 把蔬菜尽快的销售出去 落袋为安 对吧 另外两家没有补贴的种植户呢 是不是也会跟着降价 生怕自己卖不脱 你说 有补贴的种植户 最后守住补贴了吗 其实国家把补贴 通过种植户的手 传递给了市民 所以市民才能享受到低价农产品 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 理解的这一点 我们再来说说农业的项目补贴 比如我们就申报过一些农业科技项目 其实这些科技项目补贴 全都是要企业要有配套资金 比如为了做一个项目 企业出资100万 政府补贴50万 另外今天政府补贴 遵行的一个首要原则就是 先见后补 就让你骗不了补了 我认为项目补贴应该改名为 政府配套或者项目配套 这样才不会让农业小白 产生政府白给钱的感觉 所以想从事农业的创业者 不要惦记任何补贴 即使有也是锦上添花 我从来没听说过 有任何农业企业靠补贴 做大做强的 所以你想回向创业 应该靠市场 而不是靠补贴 你想市场都养不活 你说明你这个项目烂透了 政府补贴也会绕道而行的